好的 非常感谢大家 请大家就坐 我们的下一段会呢 马上就要开始了 我是P&M的 就是有意义的 接入工作组的 负责人之一 我的另外一位同事 就不能够和我 到会了 因为他同时呢 现在摩洛哥还有一个活动 他要去参加 感谢大家到会 大家也知道 我们要谈的话题呢 是有其复杂性的 首先呢 我来讲一讲 我们这段会谈什么 那就是有意义的 上网 有意义的接入 那么这个概念呢 近年来得到了越来越多的 讨论 而且呢 我们也编制了文件和报告 我也非常高兴啊 这个概念 在很多其他的 IGF的会场当中 也都谈到了 在这儿呢 我们也是今天下午呢 想接下来 围绕着 就在IGF已经开展的话题 以及在全球范围之内围绕着话题 已经开展的讨论 继续向前推进 而且呢 我们的各位谈话嘉宾 也能够代表讨论的方方面面 我从最右边开始 不是说我叫极右啊 不是这个意思 没有 随便我来选的顺序 Kesuke Komimura 你的名字 我不希望读得错了太多 代表日本的IGF 英卿艺术大学 还有WIPO的Empolite 然后国际电联 Martin Sharpe 他是负责统计工作的 待会儿呢 他会为我们的争论 提供很多的数据 待会儿您说自己的名字 肯定比我读得要标准 来自于Global Digital Inclusion Partnership 全球数字包容性 合作伙伴关系 然后还有Icon的代表 好 我就 不多做介绍了 首先呢 请 Win Surf 他不光是领导小组的负责人 而且呢 也是 BNMA 工作组的负责人之一 去年他也参加了 我们这组的讨论 今年他 就没有办法到场了 但是呢 Win Surf给我们 发了一个讲话稿 他还是接着去年 他讲的那些要点 那几点啊 首先是 讲到了 为什么 缺乏 有意义的接入呢 是由于 有一些 上网的设备 价格过高 难以负担 还有第二个话题是和今天的IGF的主题有关 那就是AI的大规模的落地是不是能够帮助解决有意义的接入 更加普及这个问题 好我们请后台播放一下Win Surf的视频讲话 我们必须要考虑到呢 在上网的过程当中价格合理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价格不合理的话呢 我们就很难确保所有人都获得以有意义的方式上网 我们必须要降低成本和价格 有的时候是降低售价 有的另外在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提供补贴 向用户提供补贴 我们必须要发挥创造性的思维 来降低成本 让大部分的老百姓上了期望 通过人工智能 我们能够更好的理解 上网的机制 比方说的洛杉矶大学 就今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同事呢 他写了一篇文章 他讲到大雨前模型和机器学习模型 能够怎样来发挥作用 而且呢 这些人工智能的模型 它能够建立起相关性的联系 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呢 并不是一回事 那么这样呢 我们就能够把这些大雨言模型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系统 产生的成果呢 用于增加上网的 有意义上网的包容性 是吧 那以后从苹果的角度来说 他们能不能推一款iPhone 但是摄像头不要那么好 这样价格格低一点 开玩笑啊 刚才Winsurf简短的讲话 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要点了 那么他的这一讲呢 也和他去年的讲话的内容 是基本上相近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还是要回到这场争论的讨论的主流 也就是说呢 接下来我想请 莫尼卡第一个来讲 因为 她也在这个领域呢 也有意义的连接 这个领域做了很多的研究 做出台了报告 好的 我们界定 谁是有意义的介入 谁不是 包括 他的指标包括网速 足够的网速 使用的上网的设备 比方说是智能手机 我们为上网的设备 也设了一个门槛 然后呢 这样的个人 他能不能每天都上到网 只要他想上网的话 还有 就是不能获得无可限量的数据 然后我们做的这个研究呢 表明啊 我们 必须要考察一下 我们对互联网接入 如何来进行界定 如果我们要说的是 有意义的接入的话 这样让大家能够有 恰当的设备 以恰当的 合适的设备 以合适的网速 来访问数据 但我们现在看到呢 能够实现有意义的 连接的这个人群呢 或者这些用户呢 他们 可以通过这样的连接 来找工作 上课 在方方面面改善 他们的生活 比方说获得健康和健身方面的信息 那么另外一些人呢 如果他只有基础的连接的话 就不能够获得如此丰富的信息 但是我们要解决的挑战呢 就是上网设备的价格和理性 那么上网的设备 仍然是使有一部分人 不能够获得有意义的连接的障碍 特别是在中低收入国家 我们仍然看到一些 一台入门级的智能手机 就占到了一个家庭收入的 20%到25% 那这是 很不合理的 或者是很大的一个负担 好 我就先讲到这儿 也就是说 只要有上网的价格和理 另外呢就是上网的设备的价格和理 对 刚才Winsurf也讲了 那么现在我们人都在日本 这次IGF在日本开 日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 国家当中的议员 就是日本的语言 它不是拉丁语系 当然在亚历加倍八开的时候 我们主要的语言是阿拉伯语 那这样呢 日本的文字不是拉丁字母 这在日本在多大程度上 影响到了日本公民的 有意义的介入互联网 非常感谢 邀请我参加这组的讨论 我是一个语言学教授 来自于东京的大学 一家大学 我解答这个问题 我会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讲 我首先来讲一讲 我个人对这个问题的见解和看法 让我感到有一些担心的 就是我谈的这些 是不是和这组的主题相一致 刚才讲到了 日本呢 它是有骗假名和评假名 作为文字的基础 那这对于我们日本人上网 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再者我要讲两个方面 回答我这个问题 我要两个方面 首先是技术层面 另外一个是社会和文化层面 我先来讲技术层面 那是的 过去用日本文字 用到电脑当中 以及上网的 曾经碰到过技术上的困难 比方说 我的电脑和我的应用程序 不接受日文 在我还是一个学生的时候 当时电脑系统不支持日文 而且呢 当你的电脑 已经能够接受 支持日本文字了 但是像Word 这些应用程序 还是不能够支持 或者是行之有效的 支持日语输入 所以你就不能够 在电脑上用日语 来写论文 或者即使写了 也不能够使用spell checking 就是拼写错误检查 这样的功能 因为不支持嘛 然后呢 在用日文发电子邮件的时候 也经常会变成乱码 或者是发不出去 很多日文的网页 在显示的过程当中 也会出问题 所以从技术层面 在互联网和PC发展的早期 都碰到了问题 但是后来呢 商业和非商业的开发者 做了大量的工作 把这些早期的难题都化解了 当时互联网还没有普及啊 我是讲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发生的事情 也就是说 不是说我们没有出过问题 但是不支持日文啊 电脑系统不支持日文 曾经出过这样的问题 后来我们把它解决了 所以呢不能说日文带来的困难 就妨碍了日本人有效的上网 不是这样的 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 就是日本的普通的用户啊 他们有足够的信心 来用互联网 因为此前呢 在互联网被发明之前 或者广泛使用之前呢 支持日文这样的一个难题 已经被解决了 而且 在互联网的 应用 当中呢 如果没有解决语言问题的话 日本可能应该有很多人 不会像今天这样 大胆自信的上网的 所以我刚才讲了 曾经遇到过技术上的问题 但是呢 解决了 在互联网问世之前 我们就把技术上的问题解决了 和日文相关的技术问题 所以说 如果 今天如果用日文上网出问题的话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办法上网 是的 谢谢 他也是讲 给我们介绍了日本的真实情况 我也非常高兴的 了解到 问题呢 解决了 而且呢 那么 在日本 人们大部分人是 能够用得上 好的设备 以正确的网速 以好的网速来上网的 从而在日本呢 能够通过互联网实现包容性 但是其他国家不一定 就都有日本这样的条件 好 接下来 我们又有一位线上的参会者 线上的嘉宾 他来自于 来自于巴比亚新纪内亚 他是信息通信技术部的秘书 他是远程连线的 他会跟我们解释一下 巴比亚新纪内亚这样的国家 特别是在专家的帮助之下 他们如何是来帮助 巴比亚新纪内亚的公民 能够获得有意义的上网 不会被排除在互联网革命之外 而是能融入其中的 有请马特纳先生 谢谢主席 大家能听见我的声音吗 是的 声音很好 谢谢 大家晚上好 我在巴比亚新纪内亚 我非常高兴能够线上参会 参加到IGF的讨论当中 我这儿有几点要讲 当然从我的经验 我的职业经验而言 主要也是代表了 巴比亚新纪内亚所面临的问题 巴比亚新纪内亚是一个岛国 由数个岛屿组成 我们是一个南泰国家 在澳大利亚的北边 和印度尼西亚是有陆地边界的 我们的人口是1178万人 我们有846种语言 占到了全世界语言的12% 大家觉得这应该是一个挑战 在实现包容性方面 因为语言的种类太多了 但是我想简单地 给大家介绍一下 有意义的上网 对于巴比亚新纪内亚来说 意味着什么 我们政府从21世纪之初 2003年 一旦出现了移动互联网以来 我们一直把增进上网的连接 作为政府工作的重种之重 而且还引入了竞争机制 2009年开始 从2009年开始 接下来的十年当中 通过对这个市场分析 在10年当中 2009年开始 三个网站在搜索上 是热搜的前三名 第一个是bsp.com 大家如果不知道吧 BSP是巴比亚新纪内亚的 主要的银行 叫南太平洋银行 第二个是mrl.com 这是第二个热搜的网站 这是澳大利亚 橄榄球联赛的网站 巴布亚新纪内亚人 一般都是橄榄球的 英式橄榄球的球迷 第三个访问最多的网站 是Facebook 这是我们三个最热搜的网站 这是2009年开始的十年间 统计到的数据 也给大家揭示了很多的现象 对于我们政府来说 我们的一个体会 就是有那么多的信息 互联网上有那么多的服务 那么多的网站 能够为人们的劳动生产率 增加附加值 让他们的生活更加丰富 为什么他们就光访问 这三个网站为主呢 为什么政府不能够 创造更加便利的条件 让老百姓更加便利的上网 提供更多的线上服务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思考之后呢 特别是讲到有意义的上网 就是要通过上网 来完成自己的目标 带有目的的上网 通过这样的上网呢 为生活 为工作 为整个国家带来附加值 那这样呢 从2019年这时候开始呢 政府就一直在考虑 如何把传统的互联网连接模式 加以转变 在传统的模式当中呢 我们主要是一味的扩大基础设施 我们如何把这样的一种思路呢 加以改革 更加的有地放适 我们在2020年呢 对信息通信政策进行了改革 2020年 2023年 推出2023到2027年的数字化政府计划 我们当时就说 我们不要光讲连接性 连接 而是呢 要让政府起到一个引领的作用 提供有意义的电子政务服务和服务 这些服务呢 要便捷 要简单 要快速 促进更多的人能够上网 2023年 我们就开始推出一系列的数据的 数字的服务 那我就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来自我们国家的这样的观点 需求推动的 服务推动的这样的工作方式 实现有意义的连接 说到我们的文化多样性 其实有很多可讲的 但我就先分享到这里 谢谢 谢谢您的发言 把英式的足球 放在了非常重要的权力的当中去 我们可能 在我意大利可能是足球 希望您继续在线上 因为一会儿还有问题 第二轮想问您 下面呢 我想要把麦克风 交给我们今天 讨论的这个国际组织 因为国际组织 发挥了非常大的作用 支持最佳实践 让更多的国家能够从中受益 if not 非常的重要 就是图书馆的联盟 Maria 今天也在这儿 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这方面的最佳实现 感谢邀请我与会发言 在讲我们的组织之前 我想要讲一讲 对图书馆而言 有意义的连接 意味着什么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 我们要考虑到 图书馆 它不断地在发展 2023年 图书馆 其实它不只是 档案和书籍而已 而是这样的一个 适应了当前 技术发展的一个空间 而且呢 最终是要为社区的 居民服务的一个空间 图书馆 它可以是一扇门 帮助那些需要 有意义的信息的人 还有那些受到数字鸿沟 影响最大的人 可以帮他们开启一扇大门 甚至你可以说 它应该是一个 多功能的一个结构 能够 给满足当地的社区的需求 同时也能够帮助 实现有意义的连接 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些案例 其中的一个呢 就是 Jill Ling 这个呢 会我的同事 他现在也在下面在座 也是这个倡议的 首创人之一 第二个呢 是一个当地的 一个图书馆的项目 有 是乌干达那边 致力于提高数字技能的 一项倡议 最早呢 是由乌干达那边的通讯 机构 委员会 提出 提出 工资的 后来2021年又扩大了 它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能够让公众 的图书馆 能够提供更多的基础设施 包括网络呀 等等供社区使用 这是项目的一期 二期的时候呢 就是要培养培训师 那这个 战略呢 我们就得到了实施 培养当地的这些图书管理员 这非常的重要 它能够让我们 把培训实现本地化 满足当地的社区的需求 因为尽管这个需求 全国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但当地都有一些细微的差异 后来我们又有一项行动 2014年开始的 现在呢 是由我们的这个 培训师 培训项目的这些图书管理员 他们来引领的 而且呢 涉及到了很多的人 能够帮助他们去提升 比如说他们的商业技能 能够获取更多的教育机会 后来我们又做了很多宣传的工作 培养了大多很多人 1400人 乌根达有1400人 接受了培训 后来呢 他们又开始在小微企业当中 又推出了一些项目 1400人当中 至少有200人 都跟我们汇报了积极的成果 就是他们接受了 我们的数字化素养的培训以后 很多人也用这样的技能 后来呢 也是又进一步的去高效深造 我觉得这就应该给大家 很好的讲了讲 这大的背景 图书馆在有意义的连接方面 是如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的 下面我再讲一讲 GLN倡议 请我的同事 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 这个长意 请对着麦克风讲 谢谢Maria 图书馆的作用 越来越重要 对于社区来讲 能够提供有意义的连接 因为它非常的独特 而我们的是一个 用新兴的信通技术 提高互联网的包容性 同时呢 也帮助社区能够 更有韧性 我们开始用低轨 卫星 在非洲呢 主要先是先从 尼尼尼亚开始做的 提供这样的服务 我们认为每个社区 至少会有一点 它会有一个低收费的 这样的互联网的服务 而且呢 要能够就是不受缺电 断电的干扰 这是Bill McKibbin 他是邂逅方面的行动人士 他认为这个想法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相关 他也不会带来太多的排放 而且增长得非常快 同时呢 也能够最好的来解决 这个上网的问题 我们认为 这个GLN 它其实耗电非常的少 一个月 这个费用呢 就只有50到100美金 而且现在呢 是很多的地方都在 不断的来发展 而且呢 它这样单一的一个单位 也能够发挥非常的作用 就是那些 外界获取不了信息的地方 能够在那提供服务 我们在各个国家的国家图书馆 来执行这样的项目 我们 只是来帮助那些资源最少 风险最高的这些人 能够去应对气候变化 驱动的 这样的灾难 或是危险 危机 我们可以看到 是希望 COP28能够通过一个宣言 涵盖这方面的内容 因为现在其实 气候变化 它的 还在发生 而且现在已经很难 再去扭转它 我们只能去适应它 要有这样的资源 每个社区都要有这样的资源 这是可以做得到的 我们可以负担得起 它的艺术也很多 不仅仅是让大家 可以从中受益 同时能从这个韧性当中受益 有一个问题 这个项目 历史已久 希望能够通过图书馆的 这样的力量 提高有意义的连接 那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政策 使之更加行之有效呢 有哪些政策方面的动作吗 因为我们作为政策框架 我们是希望能够 打造这样的政策 让世界各地都能够 有这样的好的效果 上网权 这方面的政策当然重要 联合国那边承诺 要几百亿的资金 用于气候的适应 我觉得其实这也就能够 帮助我们 让更多的人上网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方面 进行更多的倡导的工作 非常感谢 我们看到了 IFLAN 所做的工作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联合国的这个 另外一个机构 国际电联的工作 我想让他们给我们 带来一些最佳实践 他们说不行 我们能够做得更好 所以呢 他们让Martin Schupp 来发言 因为他们的想法呢 就是数据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 你想要制定好的政策 你就需要数字来支撑 而Martin就是这么做的 而国际电联 几年前就开始 做这方面的工作 来看相关的指数 有意义的连接的指数 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 可以的 谢谢 国际电联的这个数据 非常的重要 对于我们知道数据 对于有意义的连接 非常的重要 最近的互联网的数据 差不多是一个半月前推出的 现在呢 还有26亿人没有上网 现在就意味着 67%的人上网了 但95%的人 他的这个上网的信号 都说移动的信号 就是上网的这些人 并不是所有的人 并不是有意义的 接入了 可能有基础设施的问题 或者说是成本太高了 他就没有办法有足够的流量 这些呢 之前大家都提到了 两年前 我们制定了一系列的目标 跟技术特使一起做的 我们把它叫做 普遍的 有意义的连接 打造了一个数字 合作路线图 就是秘书长亲自指导的 我们因为来自欧盟嘛 我们就制定了一系列的目标 想要付诸实践 让各国的政策制定者都能跟上 那我们呢 就是从政策的角度 给他们提供数字和数据 再说到这个目标 大家在上网 我们就要设定网络连接的质量 包括你的这个流量包 或者说上网的这些费用 还有需要的技能等等 因为我们要想实现 普遍的 有意义的连接 在2030年前实现 这其实是一个相当宏伟的目标啊 你要知道你现在的现状如何 然后再来看 怎么样实现你的目标 你要知道你在哪儿 你也知道你采取的行动 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的 要不断地去监测 自己的政策行为 是否是朝着正确的轨道 这些目标有两个方面 一个呢是不骗上网 什么意思呢 就是所有的人都要能够上网 就所有所有的人 企业 学校 社区 都不例外 而且那是有意义的连接 就包括基础设施的建设 技能的提升 设备的提供 还要确保安全和安保 所有的这些方面 我们都有指数和目标 我们有一个看板 大家可以在网上看到 在ITU的官网上 这样一个看板上面呢 你就可以去看我们的目标 然后点开了以后 看现在各个国家怎么样 比如说找到我的国家了 我的国家做得怎么样 跟其他的国家对比又怎么样 或是你去看你感兴趣的这个国家 你说哦 好 找到这个国家了 它的目标是这样的 在这儿呢 我们可能已经实现了 比如说普遍的连接 但在其他的方面呢 我们好像做得还不够好 还有说是刚刚才开始 有些指数方面 我们甚至现在都没有数据 那所有的这些信息 都必须要聚合在一起 提交给政策制定者 数据还有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可以把它分 就是分成不同的社会经济的人群 然后来看这个怎么样 那你就可以去看它的鸿沟怎么样 男女啊 还有我的国家在这方面 就性别差异方面做得怎么样 跟其他的国家对比 情况又是如何 可能年轻人比老年人 可能上网率更高 那我国家具体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是不是能够制定具体的 这样的政策目标 来让老年人也能够更多的上网 还有城乡的差异 是因为基础设施不够好吗 在农村 还是说是其他的原因 数据能够帮助你 一窥究竟 差距不足都在哪儿 在哪儿我们需要制定政策 制定什么样的政策 然后去监测我们的行动 是不是带来了改变 带来了提高 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些事情 我觉得是喜忧参半吧 我就先讲到这里 谢谢 很有意思 还有些问题呢 我们是可以一会儿再细谈的 我觉得 这应该是很有意思的一些信息 Nono 下面应该你发言了 因为你是负责非洲那边的 数字化的工作的 Digital Africa 那你们又是如何确保 实现有意义的连接的 在用ITU的数据了吗 还没有 我们在这儿想要促进 大家之间的交流吗 这样呢就不用再 就是去重复劳动了 ITU肯定能够让我们的工作 更加的简单 非常感谢邀请我参会 我给大家讲讲 我们估计十个月做了些什么 我们推出了一个联盟 上次IGF召开的时候 去年跟ITU 跟非洲的大学 以及非洲的ICT协会 等等我们一共有11家 合作伙伴 我们现在呢有7个项目在做 所有的项目的目标呢 都是希望能够在非洲提供有意义的连接 第一个 或者说是对我来讲最重要的一点呢 就是我们在支持非洲国家的这个域名的注册 打造基础设施 开工作坊 研讨会 等等 那么还有一点是缺失的 这方面我不知道有什么成功的例子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非洲技术所持方面 确实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我们跟不同的合作伙伴进合作 从技术的角度 我们提供能力建设 但是需要采取整体的方式 跟更多的技术伙伴进合作 来这个进行更多的能力建设方面的援助 还有一个项目 就是本地内容 我自己不做内容的 但是呢我们有这个域名啊 使用这个IDN 这是一个全球使用的 我们要确保呢 这个使用这样的服务 还有一点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个服务质量和网络安全 还有两个项目 就是有ICAN这个服务器 在非洲 有这样的项目 来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基础设施 那么你先不要说那么多 因为下面接着讨论呢 现在先说到这儿吧 讲到内容 你不是专门做内容的 但是非常重要 那么职产权 职产权正好是做这方面的 所以呢 来讲讲这个 你们这方面所做的工作呢 好的 那么从不同角度来介入 说一说这个事情 就是这个作为世界职产权 就是来谈一谈有意义的介入 我觉得 它跟内容的这个生产和分布 和发布是连接的 比如说这个音频视频音乐 这些内容 那么内容只有当重要的时候 比如说设置到文化的特性啊 它是重要的 然后而且用大家读得懂的语言 而且是有创意的 才是有意义的 我们WIPO很多年 做这个评估啊 我们要确保呢 这个继续打造 而且是不断的来创造那些 大家喜欢的内容 这是有效接入的一个 重要的组成部分 那么没有好的内容 讲那个有意义的 这个接入是没有意义的 还有制造内容啊 提供IP啊 这方面还有 很多的我们推出了激励的措施 那么我们也有些成功的例子 那么有些呢 已经得到广泛的披露和分享 这方面我们有很多的倡导 我把它分成两类 第一呢 是跟包容有关系的 倡议 其中有一个最好的例子 得到了具体 而且有具体的成果 就ABC 它是外部牵头的政府企业合作 有很多IFL 还有 还有这个世界茫然协议 世界茫然协议参与 那么也就是说呢 用这个数字这个盲门的方式 提供全球需要这些书籍的人 同时呢 还有这个包容 包容式的出版 文化多样性 而且呢 给全球的盲人提供这个免费的 线上的作品 那么现在已经有 80个语言 8000多种这种书籍 就是没有任何的版权的 127个公司参加 70个国家来自泛东国家 而且呢 在22年的话 这个很多这样的书籍 在全球提供 我们 还成立了 有来自25个国际机构的 组成的工作组 很多人呢 在场 他做什么呢 主要是在促进IGO之间 这个最佳实践的分享 而且其他的一些IGO呢 还跟比如说这个维基百科 进行了合作 通过他们的全球的平台 发布作品 第三方都可以 这个把内容翻成 这个本地的语言 来满足本地的需求 还有另外我们做的 就是我们本地的游艺内容的生产 和这个分享方面 传统的文化和传统的表达形式 是我们的重点 它的需求在强劲的增长 我们这方面 比如说搞了一些传统知识 或者是那些民间的传说呀 文化呀进行数字化 同时呢 作为发展议程的一部分 我们 在拉丁美洲生产 推出这个视频的作品 在来自发展的国家 小的出版企业的数字化 还有对那些发展国家 动漫人才的培训 所以呢我们做了很多的工作 正在稳步地推进这些项目 而且呢相关的政府 这个他们积极参加 还有其他的一些利益相关方 都会都在积极参与 好的 女士拉丁美洲 有视频项目的推出 非常好 不过我想问一下 非洲你们有没有这方面的资金支持 现在还没有 这就是 我想我们今天给你提的建议吧 美美南纳卡卡 在线吗 好像 你看这个连不了网 那么您来讲讲这个乌干达方面的情况吧 我的同事 可能 在线上的同事 可能解释得更好 但是我会尽力来解释一下 我以前做工程师 那么几年之前呢 就他讲的线上的同事 他们以前是工程师 现在专门做音频视频的出版和制造 那么主要是用本地的语言 那么 由几百万人讲的本地语言来制作这方面内容 这个公司叫Savanna Moo 为了这个公司 那么 我想他生存的之道呢 就是 也就是说这个有意义的接入 而且要有好的内容 要这个有很好的基础设施 比如说制造一些主题片呢 或者是制作一些其他的一些影视作品 他们在过去的一年呢 市场有所增加 但是呢 宽带的基础设施还是比较初级 也就是说呢 宽带非常的不稳 尤其是音频视频 看起来质量不是很高 所以呢 还有这个价格的问题 那么 也就是说 放了大的电影以后呢 你要从他的购买 然后才能够手机上进行播放 那么 有时候他们的 本地的听众 消费者财力有限 那么 这个公司呢 有两位女婿 他们 需要有 一个很好的经商环境 才能够制作相关的一些作品 他们发现呢 没有 如果没有本地的这种内容的生产能力的话 也谈不上有意义的介入 因此 就是 他们活动的经济生存 因为这些妇女 以前工作非常好 现在改行 专门做这方面的工作 那么 比如说 最近 制作一个电影 叫In Power We 这是一个 年轻人 的故事 他不能够 融入本地的生活 他们说 通过教育 保护 这个年轻人 实际上有一个幸福的童年 讲一个故事 还有一个年轻的 父女 那么 因为 因为 这个 他的丈夫 出了车祸死了 然后呢 按照他们的传统礼节 他必须要跟他的兄弟 那个 丈夫的兄弟结婚 所以呢 所以这些都是非常贴近 这个本地内 本地文化的一些内容 好的 Roberto 那么 人工智能 你是从事大学方面相关的工作 考防守 在线吗 也许可以请他讲讲 聊天室有什么问题吗 没有 好的 那么就在场的观众来问问题吧 好的 你可以介绍一下自己 然后提问 贝宁 贝宁 有两个问题 讲到接入 准入 有意义的 接入或者准入 我们有两个挑战 在非洲 我们 讲视频 电影 在Campara 做很好的电影 数据中心 在非洲 需要 那么在非洲收集的数据应该留在非洲为非洲人民所用 但是在非洲收集 然后运到 运出非洲 然后呢 要求非洲人民付费 我们 我们 双重 付费了 我们 应该把这点讲清楚 这样是不应该的 这个问题 问给您的 我想你说的意思啊 要看一下 就是这个连接的 这种财政的 财务的模型 我们 我们传统上 并没有使用 互联网 因为 并没有解决现有市场上的一些不平等 所以呢 要扩大转入 扩大 上网的话 我们要扩大 技术的选项 同时呢 要提供更多的财务的模型 这样的话呢 我们 要有创新性的消费模式 那么你刚才讲到 这个 你们应该保持自己的 保留自己的数据 那么 它的评价性 比如说 讲到手机 这个 他们用的 这手机的材料 也是来自非洲 现在 我们要从经济结构上去进行调整 比方说呢 这是数字化转型的重要一环 那 那刚才 那刚才 他的发言 谁来做一个回应 非洲的数据访问 利用的情况如何 实际上呢 这也是我的第二个发言的内容 那就是 差距啊 缺口啊 我们 在讲 有意义的连接 有哪些参数 目标 指标 现在我们还没有开发出这些指标 正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要有衡量的指标来说 什么是有意义的连接 我们可以从数据中心当中来看数据 数据到最后一英里 它的传输的情况 但是除此之外 现在还没有太多的客观的坚实的数据 作为衡量指标的组成部分 那么在这儿呢 我想回过头来讲 您还在线吗 部长先生 还在线吗 你讲到了你们访问很多的一个网站 是英式橄榄球 那对于一个小型岛国来说 基础设施是一个大问题 你们是不是也用的是光纤还是卫星啊 来提供互联网的连接 跟我们讲一讲 你们在巴比亚新基内亚 用了什么样的技术解决方案 谢谢 能听见吧 你的声音很清楚的 谢谢 非常感谢 在巴比亚新基内亚 对于我们的连接而言 自从移动互联网问世以来 我们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也就是跨越了雇往互联网的阶段 我们用移动互联网提供了很多互联网的接入 目前我们的互联网接入率达到了76% 76%都是网民 只有2G也有3G也有4G的连接 我们大部分的这种良好的增长 是来自于我们引入了竞争 也就是通过竞互联网的普及率 大幅度的上升 因为市场是开放的 零售和批发价格都是开放的 允许运营商之间进行竞争 这样在电信方面 让这些运营商尽可能的竞争的话 就可以降低价格 让更多的人上网 另外一方面和连接有关的问题 就是我也想强调 此前大家讲到了上网设备的价格 或者是合理性 我也想讲在巴布亚 新几内亚 我们注意到的是可负担的 这个概念的门槛 最便宜的智能手机 我们能够投放到市场 最便宜的手机的平均售价 在60美元左右 所以你把这样的手机叫智能手机 也没有那么智能 具备一些基本的智能手机的功能 但是把智能手机的价格 降到60美元以后 就带来了购买的大幅度的增加 所以一方面 你要想提高上网的补给率 要铺设基础设施 基础设施的接入 还要终端设备的价格合理 这两者要结合在一起 你刚才讲到了可负担的终端设备 你们大标信价是不是有个专门的政策 来支持 把终端价格降下来呢 目前我们也正在研究 推出下一阶段的数字化服务 在下一阶段当中 我们会研究 我们如何来提供 对于手机或者是上网设备的进口 进行减税 我们有一个2023到2027的数字化的计划 那么到2024到2025呢 我们也会有进一步的举措 提供更多的内容和服务 与此同时呢 进一步的降低终端设备的价格 好 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 我问Windsurf 能不能给我们提建议 他也同意了 所以大家提问的时候呢 也可以把问题提给Windsurf 我们也可以把这个价格合理的问题 转给Windsurf 然后把他的答案呢 转述给大家 好 现场又有一个问题 做一个自我介绍 我在印度的班加罗尔 三个问题 第一个是问巴比亚新井南亚的部长 在你们国家有那么多的语言 让我印象深刻啊 那么多的语种怎么样都能够顺畅的上网 能不能细节的介绍一下你们的解决方案 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听说 有那么多的语言 在一个国家当中如何来处理 第二个问题是提给日本的部大城的 你们有日文英文都得到了很好的支持 但是 对于老年人 他们需要语音音视频服务的 你们如何在接入的过程当中来满足这些需求 接下来是问非洲的代表 在印度呢 比方说就有十亿人 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增进他们的互联网连接 如何让互联网以及互联网的技术技能 去传递给社会的基层 是刚才讲的这一点也非常重要 就是我们在这个报告当中呢 要提出解决方案 也请读一下这个报告 这报告里面也建议了解决 你在也在为你的项目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是吧 可以的 给你半分钟的时间做个广告 我认为互联网它作为一种网络 它要提供超链接 或者是作为超文本 超文本链接 现在互联网在它的标准和技术方面 并没有再向前走一步 走到一个非文本链接的阶段 所以 当然这个技术问题要讲 再讲 我讲多少都讲不完 我们要帮助技术界的人士 把互联网的发展眼镜 再向前推一步 也就是说 我们如何能够推出更多的 副媒体的超链接 然后呢 在一个社群当中 我们 如何 以一种 去中心化的形式 或者是在各个社区当中 来部署高质量的互联网 第二轮可以给你回答 Roberto代表大学 是的 卡洛夫 我是他在线主持人 那实现连接的普及化呢 有一个挑战 就是很多数字化的项目都忘记了 当一个人上网之后呢 要保持长时间的在网上 但是很多上网普及化的计划呢 并不能够确保上网的连续不断 就是说你刚上去的时候质量不错 后面呢 有可能就中断了 很可能速度就下降了 特别是对于边缘社区的人 要确保他们能上网 然后上了网以后不掉线 刚才我们也听到了 有乌干达的例子 乌干达的代表 这个会刚开始的时候 他们是在线上的 现在已经掉线了 好 再进入第二轮之前 Martin也提出了一个讨论点 IDN的问题 去年 Roberto也讲了 这是我们改进的一个方向 好 最新的进展是什么 我叫Martin Butemont 讲到IDN IDN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是要让IDN能为那些 非拉丁语系的语言的使用者 所使用 而且呢 我们要让互联网越来越多的 能够去服务于当地的社区 而且实现这样的连接速度 要更快 当然这需要多方协作 因为互联网当中 有如此之多的各种不同的应用程序 iCan也在确保IDN的可寻止 但是呢 在电邮的地址当中 在应用程序当中 在网络浏览器当中 也要实现IDN的可寻止性 所以我们也非常高兴能够推动这项努力 也建立了一个指导工作组 推进iCan的相关领域的研究 如果给我时间的话 我还有一点要讲 那就是 有意地连接的其他方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世界上不同地区 价格负担的能力不一样 印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就是至少呢 移动互联网 和世界上有一些地区的固定互联网来说呢 价格是更低的 那么这样呢 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 让高质量的连接更加普及 所以呢 实现可负担性 大家也可以有更加灵活多样的解决方案 就是除了IDN之外 我还要讲关于设备可负担性的这一点 Martin GTLD的下一轮 从iCan的角度来说 对于IDN这方面有什么推动 好的 会有建议正式地提出来 我们认为现在呢 有一个机会通过这样的技术的发展 能够实现下一个十亿人的上网 特别是不说拉丁语系的语言的 下一个十亿人来实现 用他们的文字来上网 好的 谢谢 这就 把问题要交回给我们的日本的代表了 您现在也是知道 实际上不同地区都有这样的问题 能不能做一个补充 是的 讲IDN的话 IDN 实际上是更大的一个问题 一个小小的组成部分而已 我觉得 我们同时呢 也要去考虑解决其他的问题 除了IDN之外 那现在围绕着IDN在日本碰到的问题如下 就是国际域名 用日文写出来的话呢 支持度不高 所以呢 大部分人 都不会在日本 用日文来表述 来写 打印 来打出来国际化的域名 所以很少有当地的网站 和IDN来挂钩 他们在IDN注册呢 只是处于一个防御的目的 去防止别人来注册 但是不会去用 对于我来说呢 我不知道别人是不是有同样的体会 我觉得 在进行搜索的时候 用日文进行搜索是没问题的 但是呢 用日文来表述URL 或者是这些识别标记的话 难度更大 那也就是说 你在使用日文的时候呢 你要把字母 片甲名 平甲名 和符号 这三者结合在一起使用 才更加有效 也就是说当你要用IDN的话呢 你就要 用一种混合式的文本 来使用 IDN 你怎么都得要用上拉丁文的字母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字母 要和文字结合在一起 也要在日本的文字 拉丁字母和其他的符号之间来回的切换 所以在日本呢 或者在日文的环境当中 用IDN是很麻烦的 很复杂的 这是一个问题 除此之外呢 你也可以轻而易举的 在拉丁文字母当中 比方说 在日文写的一篇文章当中 如果有一个英文字母的链接的话呢 大家一眼就看出来了 因为这个文章的其他部分 日文突然出现了一个英文的链接 所以可以轻而易举的找到一篇 日文的文章当中的 用拉丁文字母表述的URL 这不难 然后呢 如果这个URL 是写在IDN的当中的 那你就很难去找到 这个URL在哪了 那就是说 在日文文章当中的一个URL地址 是更加容易显而易见的被发现的 还有 你在用日文的时候 你在一个句子当中 可能就需要去切换 为了更加准确的表达 会从一种文本转到另外一种文本上 所以一般来说 我们会在拉丁文字母和日本的这种日文的表达 以及凭假名之间呢 平凡的切换 我们也就是说 字母呢在我们这儿也广泛的应用 但是这种平凡的切换带来的麻烦呢 也说明了在日文环境当中 IDN的普及是比较慢的 接下来我们要给别人更多的发言机会了 我还要补充一下 我非常赞赏你们各位的经验 特别是日本的经验 日本人受的教育程度很高 他们的电脑也都很好 你也给我们介绍了 在日本的使用的方法 我们讲到更加长远的发展的计划呢 我们首先看到大家上网 越来越多的在使用手机 而在手机上进行文本的切换 比电脑上要难得多 而且呢 我们现在看到人们使用语音指令 会用的越来越多 用语音来代替文字 所以从更加长远的未来的角度来说呢 我记得我过去是把电话和调制解调器连在一起的 但现在不需要那么麻烦了 但当时这也是行得通的 从更加长远的发展来说 我们没有办法 那晚些时候呢 我们会来专门征求您的意见 就是在这个报告当中 应该怎么来写 就是您刚才讲到的 未来的互联网的使用方式 好 现在已经非常晚了 能不能尽可能的简短 也就是讲一讲 刚才你还没有时间讲的话 国际电联合教科文组织 在太平洋地区正在做一个试点项目 把数据库的数据 和教科文组织的 罗马指标体系呢 结合在一起 能不能给我们做一个更多的介绍 把从中得到的统计数据 但尽可能的简短 我尽量简短吧 我刚才讲有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有意义介入和连接方面 我们已经收集了很多的数据 其中包括价格 就是上网的数据费 这些或者是包月费 我们已经收集到了很多的 很丰富的数据 但是不好的一面呢 在数据上有很多的缺口和差距 为什么呢 因为有一些数据是缺失的 另外的原因呢 是虽然有数据 但是这些数据我们拿不到 没有足够的协调 不能够拿到原数据 我们和数据员之间缺乏合作 这也是我们在花很大的精力在化解 比如说去测网速啊 我们也会继续去提高我们这方面的工作 同时呢也在跟世界银行合作 去看一看AI方面 我们需要再开展哪些工作 还有大数据 这样能够看看 比如说在一个国家 还有一些不同的社区 我们如何来应用 还有呢就是弥合数字鸿沟 你要知道哪些人在哪儿 在上网 用于什么样的目的 那谁又还没有上网 这样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用调查文件的方式来了解 那我们就高收入国家得到的数据比较好 而低收入国家的这种数据不太好 因为做调查是需要钱的 需要资源 所以其实政策制定方法要真正的 想要去提高有意义的连接 就要在这方面要投入更多的资源 欧妮卡 你是不是也可以讲一讲 性别的方面 我们也必须要关注 就是要想要弥合这个数字缺口 性别方面不能忽视 你的这个报告里面 是不是就能够视作是 ITU在这方面做的工作呢 我们现在正在收集数据 提供一个低成本 高效率的这样的结果 让女性更多的参与进来 同时也加入人性的一面 要去进行一些定性的一些分析 和不同的这些种族的群体的 这样的分析 看看我们现在 不够包容对于我们的经济发展 意味着什么 ITU的这个秘书长 她是一位女性 你把这个信息发给她了以后 她肯定会让Martin 更多的关注这一点的 Lauren刚才讲到了日本教授 她提到的这个域名的问题 你怎么看待 她可能会 包括她讲到了这个 搜索引擎的问题 现在我们看到 大家都在用这个手机 移动的电话 要评论这一点 我们现在有一个联盟 是跟非洲的大学联盟一起做的 做了很多的事情 如果说比如说非洲 这边她对这个ITU感兴趣的话 那我们是可以跟她一起 做一些工作 我们可能不需要一个域名 我们跟合同伙伴 一起努力 我们其实我们的方法比较灵活 是看人们具体的需求 然后再去满足他们的需求 我们的所有的联盟的这些倡议啊 工作的轨道都是这么做的 我们要把这些技术的经验 专场都纳入进来 然后更好的去了解需求到底是什么 然后不同的组织 不同的国家 去了解他们之间的差异 然后他们自己去做决定 我们可以把经验交给他们 他们自己考虑到自己现实的情况 做决定 回答您的问题 我觉得对于一些非洲的这样的国家 他们其实是能够说得通的 那就是他们用当地的语言来做域名 我觉得这是可以的 Maria 我想要跟着Maria讲 因为现在数据它是分割开的 不仅仅是跟性别相关 还有种族也是相关 他们有些人的数据就是缺失的 再讲到图书馆的这样的场景 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数据 看看现在有哪些互联 图书馆是已经上网了的 同时需要更多的图书馆的数据 来评估他们这些场所里面 是不是已经实现了有意义的连接 我觉得这个也是我想要补充的 还有一点刚才Dong提到的政策的问题 我也想要补充两点 我觉得我们可以做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是不是可以更明确地 在政策就是数字合作 数字包容的政策当中 明确地提到图书馆 因为很多时候图书馆都是做 视作是公共设施 那我们在更高层面的政策制定层面 是让图书馆几乎是隐形 最后呢 我还想说 这个公共接入的基础设施 发展倡议 它不仅仅是提高技能而已 还应该要在当地进行一些能力建设的提升的项目 或是工作 请大家耐心啊 因为我们尤其是在座的三位观众啊 是不是应该认真的听一听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内容 然后呢 再给我们一些反馈 觉得哪些是最有意思的 给我们提出建议 我们把哪些点放到我们的这个报告当中 Jane 你是不是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见解 就几分钟的时间了 我非常简短的讲一讲 第一 解决这个 现在上网的空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让更多人上网 我们要通过联盟 我们来解决 我们现在很多的国家呢 都在平衡市场 同时我们需要改变 只是空洞的来制定抽象的政策 而是要采取更多的方法来达到解决方案 找到不足在哪 另外的合作伙伴关系非常的重要 我们需要支持CCOT 还有数据中心 这样的基础设施和网络 感谢Jane 这是关于连接的 还有关于包容性的 Colors 谢谢 大家好 今天很多的讨论呢 都是关于数字包容的 很多呢 都讲到了普遍性的接入 让大家能够去用当地的语言来进行沟通 而不只是用拉丁语 能够上网 用自己的语言进行沟通 我们今天讲到了数字驱通的内容 来帮助生产和流通相关的内容 包括电子政务 我们刚才讲到了好几个国家 这方面的努力 它的包括这个政策呀 资金啊等等 我们刚才都讲到了 还有包括可持续性 内容生产者的可持续性的问题 我们应该要采取一些宣传活动 让大家了解这些工作 还有呢就是要在国家的层面 要CCOD 来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让国家 大家能够用国家的域名 安全的问题 其实也有很多的问题 值得我们重视 有很多方面 包括技术 带来的这样的一些安全的问题 我们刚才讲到了 Webill 它是怎么样 让黑人也能够去读书的 还有一些问题呢 就是要在当地促进创新 能听到的Dinnes的发言 还有其他人的发言 看当地的人 他们如何来参与政策的制定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对话 能够帮助我们实现有意义的连接 非常感谢 Colos讲得非常好 能力建设 Margaret 我们分享一下 感谢主义先生 讲能力建设 技术的技能 是需要的帮助我们了解新兴的技术 带来解决方案 要培训 培训师 这非常的重要 这些 还需要应力质疑 还有域名的这个问题呢 现在我们在非洲也在做 我们需要数据的技能 来提高服务的质量 解决连接的挑战 我们需要全面的来提高能力建设 确保我们能够满足不同的需求 找到什么样的技能 来提升有意义的连接 还讨论了超链接 看看它怎么样来解决 语言的问题 刚才讲到了日语的一个场景 日本的具体的一个场景 这问题是什么 是怎么解决的 那英特网呢 它其实现在是很多的这样的 一些应用 我们需要提升大家的数字的技能 感谢 Maria 你是不是可以把你的这个笔记 发给我们 就是非常有用 因为我们第一本的这个报告 应该很快地出来 你刚才讲到的这些内容 都应该放进来 Roberto 现在还醒着吗 大家 Steven有一个评论 让我们帮他读 其他的嘉宾讲到了 要当地的这些内容的生产 说到吉利亚那边呢 刚才给了我们的例子 我们其实应该要 在不同的 就是现在全球超过800多种语言 和文化的这种情况下 要提高 它的 有意义的链接 因为我是瑞士人嘛 我这个时间管理的不够好 已经超时两分钟了 但好像比 平常的这种情况 超时的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要感谢所有的嘉宾 所有的 讲者 加福尼可不可以 也站起来 我们大家为你鼓掌 谢谢你做出了 接触的工作 还有Roberto 也是最后一刻 自告奋勇 说要来帮助我们 支持我们 要感谢所有的嘉宾 要感谢 Jordan也在这儿啊 不好意思 我们现在已经结束了 你们那场会的这个结论啊 可以发给我们 总结可以发给我们 我们把它都纳入 我们的报告当中去 因为上一场会 你们讨论的内容 也非常的重要 非常的相关 感谢大家的耐心参与 再见